第八百四十一章 各方云集 我看着这一幕 双目当中有着些许阴力涌动 不过片刻后他却是展颜一笑 手掌轻拍了拍 视线停在了林栋身上 呵呵 真是有魄力 不过就怕有些事你没那资格也没能力去管 我并不认识你 想来我卫家也和你没有太大的恩怨 对于朋友我卫家献来宽容 但对于敌人或许他会尝到寝食难安的滋味 林栋望着那笑眯眯的卫松 玄绩也是笑了一下 说道 这话对我恐怕没有太大的作用 如今的他是孤家寡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顾忌 即便这卫家势力强大 但这乱门海无边无境 卫家的手脚显然不可能僵直遮禁 反正到时候打不过他若是要走的话 怕这卫家也没什么办法 呵呵 希望如此 卫松笑笑 只是那笑容中有着阴冷凝聚 他视线看了一眼这山脚处 此次收到风声而来的强者并不少 这让得他有一些顾忌 毕竟这眼下生生悬连果还没有见到 便是费力气与骨架相斗的话 显然是一件相当不治的事 走 卫松视线收回 手掌一挥 便是转身而去 在其身旁 那黑炮人目光盯着灵栋 微微抬头 露出黑袍下的一张苍白的面庞 其唇角似是滑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旋即他伸出手掌 隔空对着灵栋须抓了一把 然后便是转身而去 虚兄 那个小子不要让他活着离开玄灵岛 卫松转身掠出 面色却是极为阴沉 森然道 呵呵 我说过 我会把他炼成人愧的 黑炮人笑了笑 笑声却是如同厉鬼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卫松点了脸头 眼神的深处 有着猙獰与残忍之色闪烁而过 显然 灵栋的这番针对 令得他心中极端暴怒 你这次倒是把卫松得罪了个够啊 孤烟望着转身而去的卫松等人 然后偏头看向身旁的灵栋 道 既然收了你们的报酬 自然会表明立场 灵栋笑道 这卫松显然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既然现在灵栋不得罪他 等到时候要出手的时候 依旧会让他心生忌惮 既然如此 也就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你的伤势全好了 古烟眸子在灵栋身上转了转 说道 嗯 灵栋双掌帷幄 感受着体内那比以往更加磅礴的力量 脸庞上一时纤细磨满意笑容 此次虽然重伤 但显然也获得了不小的好处 现在的灵栋若是倾尽全力的话 即便是生玄境小成的强者 都是在其手中讨不到半分好处 如果当初在和园葬交手的时候 灵栋有着这般实力 想来那交手也不会变得这样凄惨 救援涅槃境 却是拥有着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在你的身上 就连我都能感觉到一丝危险味道 看来你所说能够阻拦先服侍的话 倒真不是虚言 果烟毛子有些奇特 他倒是没想到 这前几天还一直都不起眼的灵栋 如今却是成为了他们这边的重要角色 灵栋不置可否 群细也不在这个话题上做过多纠缠 视线扫向这片山脚 然后眼神拧了拧 轻声道 来的强者还真不少啊 在这山脚之下 他能够感觉到不少强悍的气息 其中一些竟是丝毫不比谷烟弱 谷烟文言略显冷艳的脸颊上 也是出现了一抹凝重之色 他视线看过山脚的几处地方 带眉都是忍不住地皱了一下 看见西北方向位置的那批人了吗 灵栋视线顺着望去 只见得在那远处有着一批人马出力 在那些人马最守卫的位置 是一名身材有些高大的男子 男子身着长袍 袍服制上有着海蓝色的云彩 那是海云宗的人 那领头者名为韩涛 是海云宗年轻一辈中最优秀的人 实力同样是达到了半步深玄境 古烟道 门言临动微微点头 这些天他也知道了不少有关天风海域的消息 虽说这片海域当中最为强大的是两栋天以及五大家 但这海云宗也算是天风海域的剧情 实力并不弱于五大家多少 只是底蕴比起来略微的有些差距罢了 那西南方向处还有一个人有些棘手 林栋的视线率先转向西南方向 那里的一块巨石上一道灰衣人影安静盘坐 他的周身并没有其他踪迹 显然是独自一个人 但这种独行侠敢来到此处与众人抢夺生生玄灵果 显然不会是什么省油的灯 狗烟望着那灰衣人 眼神却是凝重了一些 说道 那是独臂人莫展 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 但在这天风海域 他却是有着不小的名气 他同样是踏入了半步深选境的层次 但据说 他曾经与深选境小陈的强者交过手 不仅顺利脱身 还将对方打伤 林栋文言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视线扫过那灰衣人 果然是发现 厚着一截袖子空空荡荡 看来此人也是有些手段啊 林栋自语道 越基战斗他最为擅长 同样也很明白这之中所需要什么 眼下着灰衣人竟然是能够做到这一步 必定是有着什么隐藏的手段 真不愧是乱魔海 这般人物若是放在东悬域的话 必定是年轻一辈极为耀眼的存在 但在这里却只能算作优秀 林栋暗暗砸舌 这天风海域还并不算乱魔海最为强大的海域 但所出现的强者便已是如此的棘手 真不知道在其他地方又会有什么妖孽的人物出现 而林栋注视者远处那灰衣人时 后者仿佛也是有所觉察 当即视线转移而来 双目当中精芒掠过 那般灵力犹如撕裂了空气 直射林栋而来 林栋直视着那灰衣人 脸庞上倒是并没有丝毫聚色 后者的名气虽然不小 不过于他而言倒也并不算什么 他能够将一名升权镜小城的强者打伤 并且顺利脱身 但林栋却是真正的斩杀过升权镜小城的强者 斩杀以及打伤 这两者之间可是有着质般的差距 灰衣人凌厉目光盯着林栋 好片刻后 锐利方才逐渐的减弱 深深的看了林栋一眼 这才缓缓收回 一旁的古音倒是将两人这番对视看在眼中 再见到林栋那平静的模样后 心头对齐也是再度高看了一些 然后再度倒 那边还有一些难缠的家伙 看他们身上的黑龙纹身 应该是天风海域横行一时的黑龙道 不过看这情况 黑龙道此次只有四人赶过来 那四个家伙都是九元念盘静顶峰的实力 若是联手 就算是半步深玄境的人都能够抗衡 林栋视线再度一转 果然是见到远处有着一匹身着红衣的人马 他们的衣袍之上皆是会着黑龙图纹 而在那匹人马最前方则是自明凶神恶煞的男子 隐隐间有着一种浓郁的煞气从他们身体中散发出来 显然都是手上沾过不少血命的狠人 这生生玄灵果显然是招惹来了不少真正棘手的人物 想来以后的一番争夺真会是有些意思了 这玄灵山之上有毒雾笼罩 所以我们必须等到五十时刻才能进去 而一旦进入玄灵山 生生玄灵果的争夺便是开始了 古燕望着那巍峨的山峰凝重得到 林栋微微点头 玄技也就不再多说 退到一旁看看古雅的伤势 然后开始静等着时辰来到 整个的山脚虽然人马众多 但此时却是变得异常的安静 只是那一道道投向玄灵山的目光 随着实践的推移越发的滚烫 而在众人这般静等之下 天空上烈日也是攀至顶点 灼热的阳光倾洒进入玄灵山中 顿时那弥漫其中的毒涨 也是开始迅速的消散 当整座山峰之中的毒涨 彻底的交散的那一刻 安静的山脚也是突然间暴动起来 破风之声瞬间响彻 一道道身影犹如蝗虫一般 冲进了这座庞大的玄灵山中 生生玄灵果的争夺 也是在此刻正式展开